欢迎收看观众时刻 是否现在微博热搜 有一个讨论 而且这个讨论现在看起来 官方已经介入了 已经开始把这个讯息给压掉 什么讯息就是 这是一个30岁金融女学霸 她的条件非常好 她是浙江大学本科毕业 而且她到了美国去留学 她经历过很多的一个国家 她有很好的绅士 她有很好的容貌 她有很好的学经历 结果没有想到 她亲身了 她亲身的消息 带给整个中国社会 特别带给中国年轻人 非常大的震撼 有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你条件这么好 你怎么会想不开 有人讲说 如果连你都活不下去了 那其他像我们这些 在中国底层的人 我们怎么办呢 随着这个30岁金融女学霸 这个郑姓小 郑姓女士的过世之后 保杰知道 在中国网路上面完全炸锅 真炸锅了 目前为止中国并不想 官方并不想 让这件事变成是热门的讨论话题 但是大家都非常有感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他明明就是中国所有 甚至连台湾人来看他的话 他绝对是个人生胜利 他是人中龙凤 对 第一个他30岁 你看他外貌脚好 然后他在这个 目前为止在中国中金公司 中国中金公司来说 是他们 这个金融圈里面的最好的公司 在那边上班 然后再来说什么 他是浙江大学 他是这个 祖可征学院 浙江大学 祖可征学院是什么意思呢 浙江大学 一年六千个学生 只有四百个人能念祖可征学院 就是优等生中的优等生 所以他标准的 浙江大学已经不容易了 还是浙江大学里面的拔尖的人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这个美女学霸 然后呢 他曾经来到世界造访 他有七个签证 到访十一个国家 还有十五座城市 所以他也看过 非常多海外的世界 就他在中国工作了 这没几年的时间点 没想到他居然就轻生了 那为什么轻生呢 因为现在的传言是这样 你看他住的房子在这个地方 他住在外滩的房子 外滩年纪轻轻住在外滩的房子 上海外滩的房子 对 然后他跟他老公两个都非常有钱 他老公是在平安保险任职 就没想到 而且他现在目前为止 还怀了一个小孩子 他怀小孩 就没想到 他居然就想不开 就坠楼而死 所以那这件事情 当然让很多网友 无法置信说 连你这样条件都想不开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所以刚刚讲的 他条件非常的优秀 他学进力非常好 不是只有他 他先生也是 而且刚刚讲的 我们去粗库了解 他跟他先生 如果换赚成台币 两个人的薪水 都在三百万以上 对 没错 那好 那他到底为什么轻生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听说 他们是被房贷给压垮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收入很高的时候 就买了这个房子 买了这个房子 就没有 房价跌 房价跌之后 然后他们又被减薪 被减薪之后 还不出房贷 还不出房贷之后 人身胜利处 遇到这种 前所未见的困局之后 他可能 他没有招说过挫败 对 没错 那加上说 可能又被 目前为止 保卫 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在针对这些有钱的人 他们在进行查税 针对金融人员来说 你过去的薪水 你要给我缴回 所以我们现在压力非常大 年轻了 对房地产升值过于乐观 他们现在每个月 就六万块的月中代表 你一个月光是你的贷款 付你的利息 六万就差不多 我们的三十万 对 所以你看 他们这次这个坠楼事件 告诉你什么 中国房价问题 大家全面开始讨论 还有薪水大减的问题 大家也开始讨论 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中国官方 不希望他讨论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才讲的 现在就一篇一篇的文章出来了 如果连你都这样的话 那我们底层的人怎么办 我们只这样内火 什么都没有了 你都已经是百万年薪了 你还压力过大 那我三千个的月薪 我小孩子还白血病 我怎么办 我死了算了 另外讲 你一个月拿三十 三万五年 结果自杀 结果我们中国人 不是都活不了吗 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比如说 他的死亡 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有人同情他 有人觉得 他感受到的 第一个物价上涨 对不对 第二个房价整个下跌 房价下跌 我还要付这个贷款 我不太房价下跌 我还要付这个贷款 另外我的减薪 我的这个所谓的 所有的东西的追讨 每个人都承受了 天大的压力 对 没错 因为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真的 中国网友 网友炸锅 所以中金台马上 我们公司已经 针对第一时间 成立专项小组 然后针对员工 还有家属 共同面对 这突来的变故 妥善处理好相关的事 对于网传 我私的员工 跳楼传言 希望大家尊重死者的隐私 不信仰 不传仰 还特别出来讲 这件事情 证明有一个亲身的事件 而且那个亲身的事件 他真的所有的条件 也太好了 对 没错 好 我们看 事实上 你看他的长相是这样子 我们就讲嘛 他的这个学历 真的相当棒 你看看他的学经历 你看2009年到2012年 是天津外语 这个外国语 大学附属外国语的学校 所以他高中 就开始学外国语 后来2012年 他跑到什么 竹可真学院 我就讲 竹可真学院 是浙大里面 最好的一个东西 竹可真 因为竹可真是 以前浙大的校长 所以你能冠上校长的学 是拔尖中的拔尖 你看 后来他还念 到香港去交流 然后还到 又西而来的 属席学校 然后后来还到 上海的学府里面来说 当浙江金融经济学院的 金融学生的研究生 所以他还曾经 去过海上学府 第一个海上学府非常贵 你大概一年 就要三五百万 你不当地一年 要三五百万 刚刚讲 你还不是普通人 你可以进到 这个海上学府的 对 那你看他奖金 国家奖金 然后一等优秀学生奖金 院长奖金 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等等 一大堆 所以他等于是说 第一个他不只是学霸 他还是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学霸中的学霸 那你看他之前 前几年还PO这个照片 这照片就是说 他到海外去游历了这个照片 他才说 我才发现这个大千世界 包罗万象 生活因此变得无限可能 那样子的当时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乐观的个性 就没想到居然在这时候坠楼 所以很多中国民众 看了他的故事之后 根本就无法相信 这样一个 我们中国的人中龙 人中凤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好 那我们先讲 中国现在因为经济不好 刚刚讲的 第一个你失业率非常高 第二个就是 你就算有这个工作 你现在也被降薪 你不再被降薪 刚刚讲 你连你过去的清水 你可能都要被讨回来 还不是如此 你花了千辛外国 你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 这个房子居然折价 现在已经不是腰窄 现在已经被膝盖在 攒到你的膝盖 那我辛辛苦苦 存了这么多钱 我买了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不断的叠价 但是我每个月的贷款 我还是一毛都不少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之前只是嘴巴讲 现在透过 这个金融女学霸的清水 才发现 所有的事情 都浮上台面了 对 没错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 他在上海外滩住的房子吗 抱歉 他那是房子 是一共要1500万人民币 你如果来乘以5的话 要7500万台币 真的是买好的房子 他住的房子 在外滩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算是有窗井 然后这个里面 屏数还蛮大 算真的是人生胜利组 那他当时买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办法买呢 保久我跟他讲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的 他的年薪有60万人民币 然后他老公来说的话 在平安保险也60万 所以两个人加起来 有120万 120万如果我们简单 用这个如果你10年 20年的 10年的乘以10来说 你买1000多万 10年年薪买1000多万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之合理 所以他当时就买了 一个1500万 而且他们还拿出了 500万 1500万的这个房子 他们拿出了500万 当成是首付 就是头期款的 所以他们只有带1000万 照理说1000万 120万两两 所以他们一开始 你看 还月供6万 所以一年还72万 那120万减72 还有48万 48万一个月12万 除以12一个月 还有2万多人民币 花的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当初 他们就决定说买下去 所以你看他们当时是怎样 中国中产阶级中间的 佼佼者 真的是人生胜利组 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嘛 刚好遇到中国房价跌了嘛 房价跌了就开始跌跌跌跌 跌了500万 跌500万 对 等于是说 我还有一千万 我的头期款跌光了 我还有一千万的房贷要背 那结果已经跌到 我的现在房子的价值 就跟我的房贷的价值 一模一样 你知道心里很沮丧 那照理说 如果他还能够继续付那些房贷 等到有一天房价起来就OK了嘛 可是宝贤 第二件事 我们就讲 为什么他是中国人的 中国很多民众的写到 房价跌之后呢 你以为这个坏事结束了吗 没有 他跟他老公两个人 都开始被不断的减薪 被减薪 减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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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的夫妻 从年收入120万 降到80万 那我跟他 80万他们不是要 还72万的房贷吗 对 一个月 一年只剩下8万块 然后月均只有 6666块 你乘以5的话 一个月只能够花 3万台币 在上海那个地方 所以他当然彻底 他等于对人生就 炸那间 他可能完全绝望了 所以你看他以前的文章 你看他以前的说法都是 他觉得人生充满希望 他觉得这个人生 充满无限的可能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灾难居然 一个接着 一个一个接着 一个降临到他的头上 对好 那你看这是网路上传的嘛 他每个月要还 大概约莫是25万台币 5.6万人民币左右嘛 这是网路上传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绝对压死他 压得他们的绝对夫妻俩 喘不过气来 这么严重 好那你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金过去一段时间 他其实在台湾的地位是 类似我们的国家中 银行中间的佼佼者 但是问题是 他这几年不断的在减薪 你知道2024年的 第一季的人均 是3.5万左右 但是你知道 2022年的时候 平均年薪 中金公司是10万块 所以等于是 四年中间来说 中金公司的人均的月薪 从10万降到3.5万 降了65% 所以就是这样降的话 你看当然 这位正姓的这个女生 当然无法承受房贷 跟他接下来的经济压力 所以有人讲 他就在他跟他先生的高光时刻 觉得我对人生充满希望 所以我就做了人生的一个赌注 我就买了房子 结果没有想到 所有的倒霉事都来了 对 尤其是现在中国民众 在说什么 官方不是说 今年的中国经济很好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才说 这件事对中国的冲击 非常非常之巨大 好 那我们讲 为什么他们会 这个真的想不开 第一个 如果你是房价跌 然后你这个薪水被降 那就算了 保洁他们面临到一个压力是 他们还要被查税 查税 他们还要再拿钱出来 所以你说 倒查30年 对 是所有人都倒查30年 没错 你看这是什么 已有央器旗下公墓 启动所谓退薪工作 业内人士说 有心理预期 这特别是中金公司 那你过去领越多的 你当然会不会退越多 所以他们为什么压力很大 我不只是被降息 我现在未来可能要吐钱回去 所以事实上是什么 他们说会计科目 以前我们不是有应付的员工薪资吗 他现在变是应收员工薪资 为什么是应收 要把你收回来 那收回来到怎么样状况呢 保洁那有一个很夸张 就是说他们现在要讨 讨回来然后发高 因为你可能过去 有非常多的奖金什么 他们现在说 假设保洁你跟我说 你没有钱可以还 没关系 他说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以给你贷款 贷款 对 你贷款 你用退薪那个 你贷款的话 来说你可以先还给我们 那你接下来再继续 缴那些贷款 他想说这个有 这个讨薪水 讨到这个程度吗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会压垮 那位正希女士的原因是 一连串的悲剧发生在身上 房价大跌 薪水被砍之后 现在又要给你讨薪水 跟讨奖金 他当然完全承受不了 所以会在这些事情 刚刚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讲说当然 任何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可是我也想说 为什么这个人的跳楼 这个人的亲生 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渲染 这么大的一个讨论 刚刚讲的 原来他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现在中国年轻人 经历的事情 如果连他都承受不了 那一般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办呢 是 保洁哥 事实上 大家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故事 大家会反思一件事情 我们 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讲说我们拼了一辈子 就是希望养出一个这样的女儿 结果养出了一个这样的女儿 她正好的一个 风华的岁月 却因为 你知道她整个 所谓的一个 就是磁事的原因 其实终归一句话 她是被祖国给害了 她太相信她的祖国 为什么这样讲 事实上 你要知道她的公司 她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那她就是说 她相信他们自己公司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评估 所以她把她的钱 拿去买他们推荐的股票 她把她的钱拿去买房子 而且她相信 我这么为公司奋斗 我这么相信公司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定会把中国的 所以她不是只有买房子 她还去买股票了 对 所以她才会股市 房市 还有她的竟然到最后 压倒她最后一根稻草 是说我为公司卖命 我相信公司 我把我所有的资产都堵下去了 结果我还被砍兴 所以是在这样子 三杀的一个情况之下 她再也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房价跌成这样 我存了多久的钱 我才存到第一桶金 然后去付了一个房贷 投期款 结果你才几年的时间 你就把我几年的存款 全部都跌光了 她跟她讲这个房子买的时候 一千五百万 结果我就叠加五百万 我只剩下一千万 那刚好跟我付了投期款 剩下的贷款的数额是一样 那不就代表 我辛辛苦苦存的投期款 五百万 就这样子凭空消失了 是 而且你要知道是 现在还卖掉的话 还有一千万 她再拖下去的话 搞不好变五百万 所以变成你的手上的房子 只剩五百万 但是你欠银行钱 欠了一千万 她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 这次整件事情 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渲染 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像活着他像那样 没有想到 活着真的像他那样的人 竟然也没有办法活下去 但我们这些人呢 所以她会在 为什么会在中国 引起的一个 就是反应会这么的强烈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了 中国的房价在下跌 我们之前讲嘛 中国一开始是腰斩 现在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根本就是打折再打折 腰斩再腰斩 现在刚刚讲的 不是只有在上海 连北京都这样 可是刚刚说 你就是在看一个新闻 你感受不到人的那种感觉 你感受不到人的感情 你感受不到人的痛苦 现在看到了 你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他这样子 一千万变成了 一千五百万变成一千万 那这些房子 暴跌了七十五 那不是更可怕吗 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 整件事情会讨论的这么大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郑小姐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到 整个中国经济的三杀 股市杀 房价杀 连你自己的薪水都在杀 所以大家都会感同身受 刚提到的 这个北京的这个房子 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怕 这个北京 这个首创新北京半岛 他当时2016年2017年 在卖的时候 他是每一个单位 卖到两万人民币 别墅区甚至一坪 要卖到2.6万人民币 所以他当时一个房间 卖下来 是160万人民币 结果现在我们这个有讲过 就是到2022年 2023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就想说 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的房子 160万我现在去买 只要70万 所以他是把他的积蓄 全部都落下 他就想说 他想说我捡到便宜了 这个中国经济 你会谈起来吗 哇塞 170万的房子 60万的房子 我现在用70万都买到了 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 现在变成39万 所以连40万都不到 160万的房子 现在变成 竟然跌到只剩4分钟 30万 所以后来那个 用70万去买 那个也傻眼 他心里想说 怎么会又自己跌成这样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中国现在类似的故事 是不断在 大城市 中城市 小城市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心里很难过 我这样子听 我都感同身受了 是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因为 这样子一个状况 中国年轻人 开始都勒肚子 你知道勒到什么地步 201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 如果有去中国的话 你就会发现 天哪那个奢侈品 卖的价钱 你真的不敢相信 我去到杭州的时候 一双鞋4000多块 那个是人民币 一双鞋4000多块 那不是2万块了 而且是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品牌 不是真的很厉害的品牌 是他们当地的品牌 这个中国当时 经济是好成这样 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这个女生她在讲说 我如何一个月 只花300块的伙食费 我一天的伙食费 只有10块 10块是50块台币 天哪 你50块台币 你到底要吃什么 一个早餐都不够 结果她就告诉你 我吃什么 我几乎都以菜为主 然后我可能就是会去 我们附近的一个老人的食堂 然后又比较便宜 所以全部 反正她其实吃的 也很健康 全部都是菜 但是看的时候 你就想年轻人 你这样子会不会 蛋白质缺少 你会不会就 有一些营养还是不够 但没有办法 现在在整个中国的 现在都呈现一个 叫做报复性的一个存钱 因为每个人都害怕 哪一天你已经就 真的是没有钱 然后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甚至就说 我们要共同买菜 要储蓄伙伴 因为之前日本的 校车事件里面 不是有一个 所谓的导货人员 或一个保姆 挡住那个行凶的人 就被刺杀 后来我看到以后 我吓一跳 这个是后来她的照片 她挡住的是 脑残凶手的刺刀 维护的是我们国家的形象 她是英雄真正的烈士 可是她以前 这是她 这是她以前 她以前是过得非常风光的 她以前过得非常风光 她曾经创业了 她曾经是这个老板 结果她是把 她这个老板 她的公司也倒了 倒了以后 我就去做这个导护员 结果没想到 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 是 事实上这个 这是英勇的救人的故事 就人家现在进一步 爬树之后 才发现这女孩子的故事 其实也是还蛮 凸显出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转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在2000年左右 2020年左右 都是当时的经济还不错的时候 他是进行一个创业 就是微商的一个浪潮 也就是自己弄一个 微型的那个电商的平台 所以他拍那个照片 他当个老板 这个叫吉利方董事 他当个老板 所以那个拍的照片 其实是很好看的 尽力做自己 就是当了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资族 结果其实生意也做得不错 风风火火 就发生什么事情 COVID-19下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 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打击 一个情况之下 他没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三年时间 他就整个就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他原本的一些存款也没了 所以他到后来就变成 去帮人家去做保洁员 就是去帮人家做一些 就是这个打扫整理的一个业务 就现在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 就是当校车的随车员 就这样子 就没有想到 竟然因为这样 把自己的命给赔了 而在中国类似的故事 真的真的非常多 而且另外就是在青岛 今天不是要吗 有一个小区 他的保安被连统外卖员束刀 刚才讲 其实这两个人搞了半天 都是可怜人 一个外卖员说 我如果时间不到 我现在 我如果时间不到 我就要被扣薪 他急着要进去 可是这个保全人员 当然讲 你没有弄好 我让你进去 我也倒霉 就有两个可怜人 居然就这样自相残杀 所以现在在中国 有一个说法 知道怎么做 这叫底层相杀 什么叫底层相杀 就是事实上我们都是活在 这个社会的底层的人 而我们每个人 为了要做好自己的事物 为了要保护 让自己的钱不被扣 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真的把命捕 你知道这个 其实很可怜 那个外送员 他是一个32岁 他叫李月凯 他你知道他的家庭 他爸爸妈妈就有一个儿子 所以就希望 忘死成龙 所以他们其实 爸爸妈妈加起来 一个月薪水 才7000块人民币 他就借了100万人民币 把这个小孩子 送到澳洲去念书 他念了 因为他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 那个休学 然后因为钱不够 后来又弄 总共都花五六年 一百万人民币 在澳洲过五六年 那代表他事实上 自己本身也过得很刻苦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不容易念完一个硕士回来 念完一个学历回来 念完学历回来 五六年找不到工作 五六年找不到工作之后 那没办法 送外卖 对啊 就没有爸爸妈妈 还要还人家钱 这小孩子其实很认真 他后来就开始 就在送外卖 他一天接单 一百多单 那个是拼了命在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把那个摩托车 冲进那个小区 因为他如果不在时间点 送到的话 他就要被扣钱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才有办法一天 就是开一百多单 他都在拼命送每张单 就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真的拼命 要把握时间 赚最多的情况之下 这一次真的把命给拨掉了 因为他遇到那个保全人员 他人家也在保护他自己 我如果让你这样进来 我这个小区里面 我一天有一两百个单子 送进来 不然整个大厅 全部都是你们保 那个这个外地的车子吗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 要整个社区好 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工作 不然他也要被扣薪水 就两个底层人 就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戒 结果到最后闹出人名 好 玉峰 当然讲的 中国现在因为经济不好 开始内卷 你不再是在内部 现在出去也碰到一个麻烦 这两个人 刚刚讲 这两个人 一个叫夏科福 一个叫做孙靖 两个人都是医疗机构的高管 两个人跑到哪里 跑到马里拉去 去菲律宾 他们本来说就谈生意 就没有想到一下飞机 进到马里拉人就失踪了 失踪了以后 家属其实有附属金 就没想到附属金之后 一样被撕票 而且他们在生前 看起来是有被虐待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可怕的是 连新华社都发说 现在如果你现在菲律宾 或者马里拉告诉你说 你今天有一个商务会谈 请你过去的话 你一定要提高警觉 甚至讲说乱邦不拘 为邦不入 对 这两个人 夏科福跟孙样 他们是这间医疗公司的一个高管 他们负责做什么 负责做东南亚的业务拓展 他们等于说要打入新的市场 结果他们在菲律宾那边 之前有认识的一个研讨会 有个叫里纳的人 就告诉他说 我们之前跟菲律宾的总统 非常非常的友善 所以现在有个开一条 新的特许的渠道 欢迎你来 然后他们还又说 那你们要对接的公司是哪一个 有 Madev 这也是菲律宾很大的公司 还发了一个正式的邀请函 告诉你说你可以来 然后还有总裁的一个签名 甚至还给了你一些滴滴的资料 就是我们这间公司 Madev跟我们合作 所以他去了吗 他去了 去了之后 他一下飞机的时候 他之前先把这个 这个是什么 他要飞哪里 马尼拉 然后时间是12点55分 落地的时间 传给他的助理 然后去之后 上了一台车 人就不见了 两个人就不见了 然后不见之后 家属马上就接到电话 接到电话一开口 就是要2500万人民币 他不是说2500万怎么可能筹得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先付一点点 不可以 反正你就是赶快要筹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就发给他很多很多的图片 都是这个夏克福跟孙静 倒在地上的一个照片 被灵略的照片 被灵略的照片 还有一些维系上面的语音 就是一边打一边录 然后接下来呢 有两个操作福建口音的人 轮流跟家属讲话 你要见到你的人的话 就赶快来付钱 如果你不付钱 你恐怕就会活不下去哦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很可怕的 就是说 妈 你能先打一些过来吗 代表没事 代表说 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一点钱 可是呢 第一个 他们这些绑他们的人 有这福建的口音 第二个 都已经被打成这样子 还有办法 拿自己的手机打字吗 他们怀疑 这个也是一个绑匪 他们来打的 好 重点是 他们家人想尽办法 去筹了300万人民币 300万人民币 折合台币也1200多万 那钱去了之后呢 最后就是在港口的一个尸体 两个人 两个人都被找到 然后这两个人都是被凝虐 打得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们想说 这些影片 这些之前的这些对话 应该都是绑匪 绑匪去打的 这些求救的一个讯息 好 重点来了 我也给了你 钱也给了 300万人民币 折合台币 1000多万也给了 可是呢 你竟然就直接把它撕票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其实这之前 就已经有传过 这样的一个新闻了 所以他们还讲说呢 有个朋友去菲律宾考察的时候 落地就被绑掉 交完赎金 撕票 他们说最好不要去 而且他们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是2 30万人民币 还有机会保密 那可能是当地的人 我们可能就是看你有钱 把你绑起来 我让的就是2 30万人民币 很多人就觉得说 反正花钱消灾 给了你我也不会去报案 但是他们要的这是什么 要太多了 他们要2500万人民币 那不要你回去的 那就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暗黑产业的一个生意链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就在报道说 现在在菲律宾居然有一个叫做黑暗产业链 这个黑暗产业链居然都是针对中国人 刚刚讲你中国人来了以后 你一开始下飞机 下飞机我就把你绑架 绑架了以后我就给你勒索 勒索我要了钱 我还不一定放你回去 这个现在已经很多 多到刚刚讲的 连中国的官方媒体都特别警告中国人 没事不要去菲律宾 对他们觉得说这就是菲律宾的暗黑绑架产业链 第一个李娜是谁 李娜为什么可以跟孙养他们有一个对接 第二个是他的落地的时间 发给助理之后 为什么就有人知道 假装成是他们的一个接驳的资金 就把他们给带走 第三个是他们不管怎么想办法都救不出人来 是不是在菲律宾这边也有他们的军方人员 甚至是警方人员 根本大家就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人会不会让你活着回来 不管你是付了300万人民币 还是付了2500万 你就算是full price全部付了 他也不会让你回来的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报道就直接指说 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的绑架案 现在所有的幕后都有菲律宾的警方吗 对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个就是地头蛇 菲律宾警方就是最守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就是跟这些孙养 他们的公司有关系的人员 第三个就是他自己认识的这些人 所以如果没有这三点把它绑在一起的话 没有办法一下飞机 我怎么会知道你是坐哪一班的飞机 就算我发了一个这个邀请函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到点 落地就被绑 这恐怕就是一个黑色产业链 而且现在你看到中国人现在非常紧张 是因为你现在保险长 你旗鼓警告你不要去菲律宾 你不要说不需要不要去菲律宾 之前刚果也有被袭 也有四个中国公民被杀害 现在连到巴基斯坦 也有专门找中国麻烦 现在来讲的话 过去来说的话 大家都觉得说反正呢 我们就出去外面赚钱嘛 应该问题不大 公司会保护我们 甚至呢还会配保镖 问题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是巴基斯坦 不管是刚果 你配的保镖有用吗 没有用啊 刚果这边有一个金矿 结果呢 武装部队就直接冲进去 然后呢 对着中国人就直接开枪 这是刚果的金矿 杀了 对 他们讲说我们公司也有配这些保镖 问题是在那个现场 他是连保镖连司机都杀 反正呢 见到人他就杀 要抢就抢 甚至过去来讲的话 还有在路上 直接被压车 逼下来 逼下来之后呢 抢钱 那抢钱 那个时候大家总说算了 问题是他要抢到护照 包包里面的护照 所以有一个中国籍的男子 就想说 你至少护照还我吧 一去拉扯 直接步枪就开了 所以呢 他们对对对 来讲的话 这些地方对他们 都有很深很深的恨意 所以 发生刚果 我讲有四个中国公民被杀 那只是最近的事情 对 今年的4月1号 去年的9月1号 对 去年的3月19号 都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们都觉得说 你们来做这些金矿 你就是掏走我们的一些矿产 然后呢 你们赚了钱 问题是 我们当地人没有赚到钱啊 所以呢 这些就是武装部队 直接来拦车 这些直接来杀人 这些是来拦车 然后呢 这个也是采矿的车队 遇到武装打劫 前后把你砸下来 直接步枪就拿出来 当地人不会去抵抗 反正呢 我也知道 你不是要来抢我的 后面的boss在后面 只要一有抵抗 就直接杀人 一点都不客气 我最惊讶的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不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巴铁兄弟 对 最近也是一堆这样的事情 巴铁兄弟是过去的一个称号 现在来讲的话 巴基斯坦的基层民众呢 其实对于这些基础建设 或者是你来采矿 或者是你来做生意 他们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恨意 他们觉得说 你就是把钱赚走了 我们当地人根本没有受益 所以呢 发生了什么 恐怖的一个自杀式攻击 直接自单杀单客 砰就炸了 炸了就造成五个中国的一个公民 还有一名的巴基斯坦司机上命 最后整个车子就直接摔落的地方 他们说这个来讲 已经不是单一的个案 恐怕后续还会发生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对 刚刚那个菲律宾的绑票 撕票案真的就太恐怖了 而且刚刚讲那不是单一事件 它已经严重到连新华社 连它的官方网站都特别提高 你现在要去马尼拉 去这个所谓的商办旅游的话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说跟现在菲律宾跟中国 在南海的冲突有关 而且这个冲突 已经激发了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 甚至有人放话说 你敢绑我一个人 我就抓你十个人来抵债 对 如果你大家再回想一下 过往来讲 中国跟越南之间 曾经发生过南海九八要事件 整个内部来讲暴乱暴动嘛 所有中国工厂 包括台商都受到灾难 对耶 那事实上这种情况 在菲律宾同样也是如法炮制的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保存 甚至我们当时我们的很多台商 都被打砸抢 那现在在菲律宾内部就开始酝酿这个 因为最近来讲 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越远越烈 已经持续将近一年半以上的时间了 那菲律宾内部来讲 他这种民族情绪一直没办法消化 怎么办到最后可能会不小心爆发 针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商人也好 或是中国的这些侨胞也好 可能造成一波的这样的攻击事件也不一定了 所以看到最近来讲 在菲律宾内部常常发生这种绑架事件 绑的都是华商或是中国商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认为说这些都来掠夺他们经济 刚刚玉峰也提到了 不管在巴基斯坦也好 或在非洲的钢果也好 都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华人有一个习性 到当地来讲就想主宰当地的经济状态 比如说买房子买房地产 然后你很多的这个东西 这个对当地的劳工其实是不是很友善的 那当地人就会觉得说 你跟我哥哥不入 你也不跟我讲的话又不太一样 然后这时候你又掌控整个经济财政的大权 这时候对当地人来讲的话 他们就有一股这种怨气 这种怨气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 然后政府又不处理 政府有可能跟中国之间的官商是勾结的 然后不处理的情况下 这不小心就爆发 爆发之后就产生这种 这种不管是对华人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这个 可是我非常好奇是 刚刚讲的 你现在是本来以为说你是在南海 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 船跟船的撞击啊 船跟船的冲突啊 就算是中国 听到讲而且那也是军方啊 就一招挺冲突游过去 四招把你包围 包围以后拿棍子打斧头上去 可是那就是单一事件啊 而这样那个单一事件 真的在菲律宾轩然大坡吗 你看到的这个现象是什么东西 只是军方对军方 或是警察对警察 你没有看到是中国海警 对付菲律宾的渔民 因为你知道整个菲律宾的海岸线 是非常长的 很多的这个如果没有出国去 赚外汇进来的这些 比如说菲律宾的当地人 他们就只能靠这个所谓的 陶海维生嘛 那陶海维生你又渔船出去之后 整个被中国的这个海警骚扰 然后又用这种水泡来打我 是啊 那我怎么过生活呢 所以在内部来讲的话 你把整个他的生计切断 然后你内部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中国的商人 赚了钱之后又高高在上 所以这种情绪来讲的话 谁受得了 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 造成这种压力啊 民族情绪的压力 是不断的在增温的 你说菲律宾的民族情绪 是很强烈的 是很强烈的 所以你看到在菲律宾内部 从北到南 以前还深信发生过 吕宋岛的屠杀华人事件 一直到南方来讲的话 其实都常常发生这种排华事件 所以你知道 在菲律宾内部来讲的话 这种情绪 不亚于越南 也不亚于印尼 其实这种里面来讲的话 中国为什么西华社要提出说 唯邦不入 乱邦不入 原因就是叫大家不要去 因为你去的话 有可能就会出事情 这时候中国政府又要处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连在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中国这个所谓大使馆 驻菲律宾大使馆 也提出警告 尽量如果说你在菲律宾的华人 你要找人家登记 你要赶快知道说 不要出门 让大家知道说你人在哪里 或是你做什么事情 不然的话要救也救不了你 好 会成 我一不懂是中国 每次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看待所有人 它里面新华社的那篇报道 还可以叫 你干嘛要去菲律宾 你那么能够赚什么钱 根本不重要 可是刚刚讲的 菲律宾刚刚讲的 已经非五下盟 东南亚 因为现在钱已经进来了 技术已经进来了 现在人家已经这个世界上 发展最快的地区了 是 事实上你晚上如果来到了 菲律宾的到马尼拉 他们有个地方叫马卡地的话 它是最多外资聚集的一个地方 这你看有多漂亮 你不知道在远远你看 你会以为是上海 你会以为是浦东 你会以为是一个全新的 一个新的东方民族 但事实上这就是代表什么 就是因为菲律宾 他们自己那一部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崛起 以及越来越多的外资到菲律宾去投资之后 所变成的一个景象 但类似的景象也在哪里呢 也在越南 越南的胡志明市 现在也是高楼大厦 而且你这样放眼看过去 那个很多的那种就是天际线 然后很多的就是那种空中的酒吧 那个很多都是一些外资族群 在那边开趴的地方 所以上周就特别做了一个专题报导 《脑力新越南》 他特别想到现在越南大学生变多了 而且他主要很多都是年轻人 我看到一个数字把我吓到 他们现在有了IC学味道 就大学生比台湾都还要来得多 越南将成为下了一个白领人才库 是 他们现在 越南大概有六七八十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而且他们受教育的程度 至少都高中跟大学 大学生越来越多 他们一年可以培育出一千 大概两千名的那一种理工人才 我们台湾到现在一年 也顶多培养出一千五百名 而且越来越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 越南已经跟以往完全不同 我们以前会觉得说 越南好像就是制造业 做鞋子 做些什么塑胶仿制品 没有 现在包括 包含半导体产业 NVIDIA 然后Infeeling 然后Intel 还有高通 都已经进驻下去 金融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金融 当你的外资 越来越多 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各国的金融机构 就会慢慢助气 所以现在越南 胡志明也有一个新医区